中共前四号人物贾庆林连续缺席高官悼念名单,引发外界关注 贾庆林曾被指申设远华大案,但在江泽民的庇护下未受追责 如今随着习近平打虎不断深入,又传出贾的亲属雍离案公司 而且其女婿卷入河北前政法委书记张月案 因此有消息称,贾已被习近平列入新一轮老虎榜 据大陆微信公众号正事报道,2016年前五个月 至少八名前省部级官员辞世,在他们的哀悼名单中 每次都有习近平,而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名字出现三次 前中共总理朱荣奇五次,前中共总理温家宝两次 另外至少一次出现在哀悼名单中的前中共常委 还包括宋平、李瑞环、贺国强等 而同级别的前中共常委贾庆林、李长春一次都没有出现,全程缺席 6月20日,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扣青年一体在广州活化 官媒报道的哀悼名单中,贾庆林依然缺席 众所周知,中共政坛一直流传有露面政治学的说法 即已退或未退的官员,在某个敏感时间 地点通过不同方式的露面,来表达不同的政治内涵或释放政治信号 特别是随着习近平打呼力度不断加大 高官露面已成了检验自身安全的风向标 而据旁点,从2015年至今,一年半时间 贾庆林似乎缺席了所有去世高官及名人的哀悼名单 唯一的一次露面是,今年的6月7日贾庆林现身北京 观看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站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所的官方微博账号机攻战略 当天发出仅有四个字的贴子,领导来了 并附上贾庆林参观展览的图片 但蹊跷的是,该报道道随即被删除 有网民对此戏称内情复杂 稍早闲,但随着延烧全球的巴拿马文件的曝光 贾庆林女却被传现至出境 其外孙女李子丹也被媒体发出,一度引发舆论关注 更有海外媒体报道称 贾庆林已经上了习近平的新一轮杂胡绑 贾庆林被指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心腹 并深设远华走私案 曾轰动海内外的远华案 曾被称为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的第一大走私案 据官方消息透露 从1996年到案发 远华集团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五年之久 涉款830亿元人民币 在远华案中 涉及了多名江泽民金妇 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大秘贾庆安 其他二名秘书及亲信贾庆林等 远华案主角赖昌兴 2011年被遣返回国前 曾在加拿大披露 当时,他得到贾庆安 即使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等支持 才能走私大量石油 私家车等战略物资 在江泽民的庇护下 贾庆林不仅没有因为远华案被查 却步步高升 被将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2002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3年至2013年任第十 第十一届中共政协主席 贾的一路升迁 主要靠的是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换来的 自1999年7月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 贾庆林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 他利用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及同管统战部的权力 残酷迫害法轮功 2009年11月 贾庆林、江泽民、罗干、薄熙来和吴关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首犯 在西班牙国家法庭被起诉 罪名是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2015年11月1日 字幕一歌 上海泽西投资总经理徐翔涉嫌内幕交易 操纵股票交易价格 被公安部门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11月9日 财新网刊登财新周刊的封面报道 《新算日》文章称 《等待已久的新算日》正在到来 财新周刊同步刊文 起底徐翔及其公司运作内幕 公开其与曾庆红 将棉横利益相关公司华润及东方航空之间的合作关系 11月10日 上海副市长爱宝俊落马 6月7日 接近上海纪检部门的消息人士告诉大纪元 目前江棉横被软禁在上海郊外一个秘密地点 可以外出放风 主要是要他交代本人及其家族的所有财务情况 该消息人士在软禁地点附近用观察设备亲眼看到江棉横 据上海纪检部门人士透露 从已经掌握的江家族涉摊和不明财产金额来看 足够全中国人民吃喝好几年 数量之大令人瞠目 历年来无数的国企 外企都必须要给这个家族送大礼 每笔数量至少上亿 此前 港媒消息称 5月14日 中纪委正式约谈了江泽民长子江棉横 要求江年横交代个人及家属在境外的财产 以及有否开设公司等事项 消息还称 江泽民每年例行小型音乐会被封杀 或永久停办 江泽民在看文件时轻度中风 早在3月下旬 上海维权律师正恩宠向大纪元透露 江泽民父子已被内控 自3月27日至5月5日 退休高层至少5次再去是高官或学者的悼念名单集体露面 唯独江泽民连续缺席 5月初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表示 2016年一定拿下上海帮 王岐山在纪检委干部会议上说 2016年重点就是上海 港媒消息称 王岐山主管的中纪委牵头 协同中组部 中央政法委一起于4月25日下令 约1500名中共高官亲属被限制离境 并需上报财产 护照 国籍等资料 在涉国及退休高层的名单中 江泽民高居榜首 另有曾庆红 李长春 贾庆林 贺国强 吴关正等共42名直系亲属 17名亲属接到禁令 5月下旬 中共军事学院出版是原社长 退休前是大校军前的新子林披露 习 江窦已到了决战前夜 习近平 王岐山已完成 对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儿子的贪腐调查 5月30日 北京召开三合一的科技大会 除外访的张高丽外 习近平等六常委悉数出席 据报 有中科院院士会上当场呼吁当局对科研工作者不要搞网络封锁 会后更有78名中科院院士联名上书习近平 要求解禁国外网络 共享国际科研成果 中科院院士集体呼吁放宽或解禁对互联网的封锁 使得江泽民父子亲力打造网络防火墙 和金顿工程监控国民的丑闻再次被曝光 江泽民父子被内空消息传出之际 上海官场也面临进一步清洗 上海市江泽民老巢 江泽民离开上海出任中共总书记后 其在上海的大批亲信就不得到提拔重用 江泽民侄子江绵恒 江绵康 侄子吴志明在上海建有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网络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市长杨雄都是江派的地方大员 杨雄还是江年恒的心腹马仔 中共十八代以来 习近平 王岐山加紧布局上海官场 目前 上海市核心五人小组中 除了韩正 市长杨雄外 副书记英勇 纪委书记侯凯 组织部长徐泽州三人 都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亲信 同时 现任上海常务副市长图光绍 是李克强的师弟 英勇的秘书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彭陈雷 也于2015年9月出任上海市纪委副书记 成为侯凯的搭档 2016年1月 习当局在空降最高检办公厅主任张本才 出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等 5月30日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 除了张高丽外访俄罗斯外 6名现任政治局常委出席 政治局委员中 除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 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外都出席 其中包括两名地方大员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重庆市委书记孙政财 之前2012年7月 胡锦涛任期最后一年召开高规格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当时位列政治局委员的地方大员中 包括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 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于政生 此四人在中共十八大上都进入中央 汪洋成为副总理 张高丽 张德江 于政生成为常委 唯一学习的北京市委书记刘琦在十八大后退休 两相对比 凸显韩正 张春贤两人的仕途不妙 上海著名律师郑恩宠分析 中南海的这种安排案是十九大的人事布局 局势更微妙 将危机下 韩正未来的变量很大 习近平现在只是用他们来稳住上海帮收拾烂摊子 此前已不断传出韩正及杨雄将被调职的传闻 5月25日 上海消息人士对海外中文媒体透露 盛传已久的中共上海市高层人士一栋 可能很快水落石出 市委书记韩正将调任国务院 接替者可能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韩正上调中央后 上海市长也要换人 现任市长杨雄退休 接任者可能是副市长蒋卓庆 消息称 韩正近日到他曾经住过的老房子看看 还到武康路280弄院门口看了有十几分钟 西别致意甚浓 见者都认为是上吊北京的前兆 消息指 中纪委和审计署对韩正的离任审计已经结束 另有消息称 5月1日前夕 韩正也正式向中共政治局批出报告 要求在明年中共十九大全退 韩正在报告中回顾于检查了席任市长 市委书记期间存在的诸多问题 如上海外滩事件 特大民居火灾事件 官商勾结炒股事件 以及社会对中共党政部门民怨民愿激增等等 韩正提出应承担主要过失责任 因此请求下台 现任上海政协主席吴志明负面消息也不断 吴志明是江泽民弟弟江泽宽之子 被江泽民一手提拔 吴志明1998年起立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局长 党委书记 上海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等职 直到2012年5月 吴志明转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2013年1月任上海市政协主席 吴志明在任职上海公安局局长和政法委书记的十多年间 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上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吴志明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恶人榜 2014年及有消息称 有人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吴志明大量犯罪事实 及吴志明涉陈良宇案内幕和江泽民儿子的犯罪证据 上海官场中还盛传 吴志明直接牵涉周正义案和社保基金案两大案件 港媒2015年4月披露 上海政法为腐败相当严重 尤其是前年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及涉事人 原上海市高级法院纪检组副组长尼正文 在发生集体嫖娼事件前就曾参与量刑作弊 北京媒体曝光了上海政法系统的丑闻 上海匿名人士说 有人在配合侯凯的工作 吴志明也远未向外界说的那样已经软着路 报道称 中纪委查办上海政法系统 问题都会集中到吴志明任上海政法委书记期间 2015年底 有中国巴菲特支撑的上海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失联事件曝光后 引起政商界震动 方间流传过广常诸多传闻与猜测 认为其被协助调查的原因之一 与王岐山调查上海前人大主任龚学平有关 龚学平是江派人马 曾经长期在上海宣传部门任职 担任过上海电视台党委书记 台长 总编辑 是委宣传部副部长 是广播电视局局长 龚学平因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被提拔 据报 当年龚学平任上海副市长时 被人举报生活作风 和受惠问题 因江泽民包庇 龚学平不但没事 反而晋升为上海市委副书记 其后又兼任人大副主任 最后一度成为上海市人大主任 2014年7月30日至9月30日 中共中央第二巡视组对上海市进行巡视 期间 龚学平遭举报后被调查的消息传遍上海 王岐山自4月21日隐身后 直至5月30日才现身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淡出媒体整整40天 期间中纪委6天内连打两虎 5月24日安徽省副省长杨振超落马 6天后江苏常务副省长李云峰落马 5月中旬 中南海通过海外中文媒体释放消息称 王岐山在4月29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 对此放出重话称 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已经打响 时间已经不允许迟缓及妥协 并强硬声明 这次要动真格 涉实现肯夹硬骨头 在19大前夕见分晓 据中共军报报道 5月24日至29日 大陆有31个省动用数十万武警 在北京方向及相关重点方向举行连续实战进程演练 此次武警演练动用数十万人 差不多是武警部队人数的一半 不同寻常之处还有 在重点演习范围的北京周边 天津市访真有人冲击市政府 聚集占领广场 武警对此清场等 5月31日 新华网论坛转载博客文章 王岐山敲山阵虎下一盘更大的棋 文章称 王岐山近期的弹出 不仅只是打着两虎 而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甚至可能有更大的老虎被打被拿下 文章还透露 中纪委不止拿下了两只老虎 只是有个老虎被拿下 暂时还不适宜公布罢了 6月4日 陆媒转载中纪委机关报文章称 习近平 王岐山近期分别发出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反腐败力度不减 节奏不变 尺度不松等最强音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远没到明金收兵之时 必须追穷扣 时政评论员谢天琪表示 全方位围剿江泽民之计 习阵营调动数十万武警 放话将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并记起开放网络这一杀手简 这些迹象显示 习阵营正酝酿终极行动 江泽民父子等江派高官 很可能已被秘密抓捕 政治变局性大事件随时可能发生